黄皮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听起来不像好话 你听到了 方才听掌门大声喊了那句话 黄皮子是说天师门 都是陈年旧事了 明树门同天师门 差不多同时开山创派 两派的祖师爷 也曾十分意气相投 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令两派视同水火 总而言之 爷爷十分讨厌天师门 但是我并没有这种芥笛 先祖门的事 同现在没有关系 有关系 不得了 这家伙面 我没見过 今将它有一些 不得了 对 使我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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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 可是名树门岳姑娘 正是 您认识 我乃昆仑弟子 我知道 名树门与御灵之术建长 道有言下之意 区区不才 无意间获得一则鲜兽的消息 不知岳姑娘可有兴趣 既然道有这样说 必须有一件消息告知于我了 不过 也不能白白告诉岳姑娘了 师姐 此人言谈间眼神飘忽 并不真诚 切勿轻信 爱信不信 你不花钱总有人花 只是我及他人所及 岳姑娘又一向有狭义之名 她想要可以优先卖给她 这 岳姑娘大了 这仙兽致你收下 多谢 师姐 既是名门弟子 仙兽 这是自然 我 就算了 这 岳姑娘 是 两个人 帅 我 这 你说 这 你 我 Uncle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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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如何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立 saving界无ектор 不是明镜 有银心啊 来 为何如此喧闹 这里 只是人间的村落 村民们耕之作息 买卖货物 南北商旅路过此地 也能稍作休息 所以自然是很热闹的 买卖 嗯 就是用钱去交换女婿 上神好像很忙啊 是上神啊 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和神族说上话 您现在 就是我最敬仰的人了 嗯 上神 我们天师 嗯 他可厉害了 说服了神术虎善 我进入天师门拜师 就是听说了 我可能不该和他打话 你对这些有兴趣 其实 我派的祖师月西楼 在当时也是不须于张道长的侠士 甚至还得道非圣 已成仙 可去往神界了 没有 他留在了人界 若你对祖师和门派的历史感兴趣 不妨去问问爷爷 他一定很愿意和你说这些 你这些 他这些 也不应该去 啊 不应该去 那些 还在 你这 这些 你 你 有神族相关 对他 对他 师父常说我异想天开 只会让我埋头练功 师兄 你说的姑娘到底是谁啊 天师兄可承诺呢 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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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倒实在热闹 四相乃我天师门武学之根本 门下弟子应寻相性相扶而行 师兄左言甚是 带我尖尸门 按下弟子 怪我尖尸门 我尖尸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 落花雨 小师妹现在在门派内哦 花乌鸦以前啊 见过真人 多谢两位特地前来 仙侠派弟子日前在附近巡视时 发现凶兽华硫 藏身在花乌鸦身处 花乌鸦位于附近的青烟村 几年前被华硫焚毁后 已成废墟 如今妖物盘踞 此行颇为凶险 仙侠派会全力协助两位 不需要 真人 他的意思是 去剿灭凶兽的成员 再经不再多 他有把握 既然如此 那让莫晴随你们去 他对青烟村比较顺 是 真人 事不宜迟 我们先行告辞了 一切小心 我 我 我 这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这人 方才没有提到 卢龙军营阵法之事 是还无头绪吗 嗯 仙霞派对于各种阵法 颇有研究 按说金库 应有记载才是 晓晴 我等你好久了 你们是要去哪儿啊 我们要去青烟村 阿游 你要跟着我们去吗 要的要的要的 月姑娘 那个青烟村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那儿 我比晓晴更熟 这次 我带路 好吧 这下怎么又能一起上路了 干吗这么身份 月姑娘是晓晴的好朋友 你又是月姑娘师弟 冲着我和晓晴的关系 你就是我亲兄弟啊 是吧 修兄弟 修兄弟 我桑友想做的事 可没有做不到 今天 作为兄弟的证明 就让我们亲热的高肩大肺吧 青妹 我发现了一个线索 不知是否有帮助 我们在鲁龙军营地 见到的那个黑袍人 很可能是天使们的梦章掌门 什么 所以 那个阵法 天使们会是一条重要线索 明白了 等回来后 我把天使们的相关记录 都翻出来 月姐姐刚才见到师父的时候 为什么没说这个 你是不是在想 我刚才为何没说这件事 孟章毕竟是先盟盟主 若真有证据 能证明他是黑袍人 再告诉真人也不迟 我明白了 如果真的是他 我立刻告知师父 好 我就不信了 我今天碰不到你 别闹了 出发吧 我今天才来到 就不相信 这两天 这就是 什么钱 不信了 但我 pist了 他不知道 我的妖怪 是 我们 素兴 你 他 你看 看那儿 我之前就是住在那间屋子里的 这里荒废之后 我和村民都搬到维梅山脚下 那里有心思 天侠派覆山法真保护 小强 你还记得吗 我们是依陆的牧师 是因为有凶兽处置村子的 当然这个 回想起来还是有武器 要不是靠你的引火 这段时间是减击时赶热 我们就要葬身于此了 阿游原来也曾是一名少龙英雄 神掌门也是这么说的 那为了仙侠派对你收尽了 谢谢姐妹相助好 后来神掌门和仙侠派的师姐们 对我有一些误会 可能是我越长越帅气 掌门怕仙侠派的师姐师妹们看到我 会 会怎样 我开玩笑呢 不要当真 好 以前这里美到黄昏时分 村民 就是这里 可惜了 当初还没踏实住几天呢 就被凶兽给毁了 倒是很少听你提起以前啊 阿游他以前啊和现在不一样 以前他总板着脸 刚看到他的时候 我还有些害怕呢 有吗 我那时候人生地不熟的 如果不凶一点 被欺负了怎么办 我记得这里应该有一个 我记得这里应该有一个 是导药罐 挺大的吧 不过幸好没带走 比起我随身带的 做解毒药 前面就是迷幻花海了 那里有大片迷花 迷花的毒性虽然不伤人性命 只会让人浑身无力 但那种 我以前常在这里采药 对这一代非常熟悉 知道有一种草药可以抵 别躲啊 毕竟强没白帆 你在做好什么呀 嗯 很像 既然不是拆开吃的 为什么要绑上呢 下次师弟要拆开春饼之前 一定要及时阻止他 看着是不是 虚药 没什么 记得 我来帮你 你 你姐妹们的姿势真漂亮 是一个名书剑法 轻巧临队 真强 自是如此 怎么错 多谢几位相助 你们不熟悉地形 也不认识药草 熟悟兄弟 你留在这儿 照顾两个女孩子 好 其声 它是 可别想瞧了我 你怎么回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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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秀武兄弟 你又救了我一次 啊 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啊 啊 还有 没事 没事 幸好草药没掉 解药有着落了 不过兄弟 下魂能不能别拽我领子 我总有种右背大金刚 我 装师姐甩出去的错觉 你 你拽我手就请 手不能随便请 他记住了 就是用的地方 好像不太对 算了 下魂还是拽领子吧 别乱说了 什么下魂啊 再有下魂 秀大哥可不一定能及时救你了 手臂划破了 这次算万幸 也伤到了皮肉 真神了 小青 你很有学医的天赋啊 你治疗 我这一点都不疼了 你右手上也有道口子 就是划出了一道小伤痕 没事 没事 过一会儿自己就能愈合了 不用管他 你真是 好了就快赶路吧 哼 哼 哼 砸砸砸 要不是學了一 我就是神社呀 沒有缺德中 師弟呀 給你 往來 給你 哪有你说的能耐 我和小琪要互相就来 还熟起来 这事 这应该是凶兽经过这里 所留下的火灵残影 我们再找找 还有没有其他痕迹吧 我别小瞧了我 你要小菜一点 是凶兽的吼声 花柳一定就在这附近 雾气好大 看不清方向 我们寻着声音 是不是就能找到它了 应是可行 不过吼声十有十五 仅凭这个还不够 仍需多留一伙灵残影 我很好 起啊 很近 屋变大了 我说这几年花海 咱们莫名其妙多了好多雾气 原来是这些花妖在搞过 他们好像是凶兽闯进花卫芽之后才出现的 原来是认凶兽当老大 都好伤 是滑流的 听起来好危险 我们离凶兽越来越近了 都打起精神来 师姐 等一下 怎么了 你们没有与凶兽正面交战的经验 我将赵神之术交给你们 以防万一 他研究赵神之术 是想要帮助我们吧 好 你多费心了 赵神之术啊 这个厉害了 谢来 兄弟 多谢修大哥 请问 他死不还有一丝礼质 不像一般凶兽 花瘤 你越狱潜逃草菅人命 无奈神圣 无奈神圣 岂会 西渠生性凶寒 在肾上虎虎伤耳 花瘤更是天性温和 此二者 虽皆是天语囚图 但罪名不重 为何不愿意 为何不愿意后 性情大变 无因祸罪 而被禁于天 恍惚间 似是有一位 强大的神族杰鱼 闻遇过诸多囚徒 脱逃追随而去 也无因 而是 无无力动弹 扩行七夜将戒满 自然不敢赴天罪 然而 不再有记忆后 就已 你并未跟随奎语逃走 然也 无神至失控 之后流落至此地 迷惑至少 不再除去伤人 怎么会这样 我 我 一 二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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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蹲起剑神 看章 别躲啊 武陵轮转 是我 就在那里 向天雷 我们大力凶兽有镇剑效果 我们利用战场上的环花 让它清醒过来 好 轮转 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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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准备 好 阿刘前辈 求求你清醒 阿刘前辈 小青 危险 不要靠近她 不要靠近她 结束 借我掉吧 走 站 你耳朵 素素的开 她是清醒了吗 可怎么还在攻击我们 应是一是有片刻清醒 但无法控制自己了 血从速将其斩除 能免危机苍生吗 快刚刚 不要冒险 冰 很劲 上 神木斩 毒 血 凶兽之事 怕是另有隐情 我们 将他葬了吧 你们退后 走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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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 走 coeur 他 五 Pron 哇 是 coll 她 感谢观看